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宇军收官三个月后,热发任嘉伦粉丝私上热搜 谁二番,谁破防 谁能想到,有一天,恰似故人归收官三个月后 男女主的粉丝居然撕起来了 这部剧怎么说呢? 从当初放出片花的时候,任嘉伦就被吵过 任嘉伦演技配音都是问题 主要是,他没有肌肉,却穿肌肉翼,都是假的 当时不管是特效,还是做工啥的,头身比例,各种,都是不符合的 所以,片花放出,任嘉伦是被嘲讽得最严重的 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值也不是那么高 但是与君出相识播出后,效果还行吧 至少群像系还是可以的 配角不是工具人,他们的支线也不错 女主也不是傻白甜,确实靠智商取胜 这部剧,不管怎么看,迪丽热巴就是妥妥的大女主的戏份 从开拍,到开播,双方的粉丝就一直争翻味问题 这还用争吗?迪丽热巴肯定是一番啊 任嘉伦,虽然也有剧,出道好几年了 但是她的热度,肯定没有迪丽热巴高 所以一番肯定是迪丽热巴的 这部剧里,任嘉伦被吐槽的声音还是蛮多的 一个肯定是造型,演技问题 虽然都知道,任嘉伦上一个热搜,什么几秒表情的变化 但是演技上真的没有多大的进步 这部剧,她的配音也是一个问题 听她原声台词,就是气无力 而且都调侃她,配音演员阿杰是任嘉伦的专属配音演员了 反观,热巴就没有多少吐槽的声音 迪丽热巴任嘉伦粉丝互撕 这部剧,都已经大结局三个月了 谁知道,两家粉丝又撕起来了 还是二番上了热搜,看样子啊 谁二番,谁破防吗? 每次看到这个词条我就知道哪家一番又被二番拉出来蹭热度了 合作一次真的倒霉 一遇到事就拉一番出来撕 长久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 这是任务,因为二番需要热度了 脂粉接到任务带领二番小粉破防来了 二番广场都已经沦为迪丽热巴和任嘉伦 粉丝聚集地,双方吐对方脏水 这次是谁的挑拨? 那么,这一波,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因为有YXH为了给二番吹吃到与君红利 结果评论区和热转都被打脸 某YXH为爱掉皮,精选评论 仅粉丝可现来全线热转 男主粉丝直接破防 在评论区内喊女主,疯狂采剧 然后,两家粉丝就开始撕起来了 我想,如果撕得严重 没准会被官方点名哦 其实,二番从来都不丢人 二番不出彩也不丢人 如果演得好,怎么可能不出彩呢? 哪怕是配三,配四都能出圈 看看知否里的大娘子,就很出彩啊 但是因为二番角色不出彩就胡乱 彩别人的心血以暴富才丢人啊 你觉得这次的私战,怪谁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